刚才咱俩说姜坤 我上学是登日口中学的 叫二五中 昨天还跟我们老伴说 那老伴旁边是女善的 后来叫一六六 那个空中 我们反正也在那里 是 就那登日口里 14年我们需要建校150年 建国建校育营中学 我是六五届毕业的 五六年 分出一个中学来 在哪啊 在那个 公安医院 西河楼那 叫六十五中 那是广武高中 我们二五中一直在那儿 六三年 又分出了一个中学叫什么 登日口 南中 登日口女中 二五中还有 我就留着二五中了 江坤是六六届的 比我第一届 小时候您都见过了 小时候没见过 他跟我不一块 我们就跟这一边吧 归一下小马路 他跟那一边 我毕业的时候 六五年毕业 我们的班主人接的谁啊 六八季的 聂伟平 聂伟平是六八季初中的 夏维吉的 夏维吉的 聂宣坟 是啊 是 浩联那年 14年校庆 江坤 当主持人 每回校庆他都去 在二十五中 在二十五中 当主持人 当主持人 我们的学校 是一块校庆 二十五中 166女中 登日口中学 登日口男中女中 一块校庆 因为什么 这是什么美国人办的 过去叫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 一般的 收费高 都是富家子弟 那都属于当时 属于私立的这种 这就是什么私立的 中国一校场 外国家 柳传志你知道吧 我知道 我们校毕业的 比 高多了 他今年八二多了 柳传志 打篮球有一个叫张贵瓶子 六七届子 比我小 张贵瓶打篮球的 踢足球的 那名人多了 玉英中学是吗 玉英中学 那当时您上玉英中学 交学费得交多少钱 我那儿解放厚子 我六二年上的 是啊 五块 五块 那也算高的 学费有什么五块 好 老太太到家里 也不是说多负 一上学交十二块 一上学交十二块 那工资也挣不了多少钱 那时候您宿母 也挣不了多少钱 我爸他这么七十多块钱 还算高的呢 一个月 那那会儿就高了 您看当时江坤主持的时候 您在呢 在呢 您感觉他主持得怎么样 就一盼 这个讲话完了 那讲话了 这人就是明气 他不是也是知青吗 他上东北吧 对 他东北兵团的 是啊 据说 他有一七年收线 他一七年收线 跟他妈的 马记可能搭了会儿 上那儿就要他 对啊 当时给他从东北带回来的吗 带回来 他跟赵岩 赵岩当时分别工作 在咱们狼房 他们还找进来呢 找了半天好了 他闹了半天 他在狼房 那是 回来了 现在是